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解说 就是112年大陆考场的第六题 有关于科学记号 那这科学记号呢,我们就知道 它就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前面这里呢 就是必须要在1到10之间的一个数字 可以等于1,不能等于10 它就是要在1到10之间 这个三角形呢,就是一个整数 写成这样呢,我们就说 它就是一个科学记号 好,我们来看一下,举几个例子来看 如果是这个7890000 要变成科学记号,怎么办呢 首先你就看,变成科学记号 就有两个部分 框框乘以10的三角形次方 框框一定要在1到10之间 所以你看嘛,7890000 如果前面这个数字 一定要在1到10之间 你这个小数点本来在这里 你要移到哪里才会移到1到10之间 你看哦,移了 1,2,3,4,5,6 移到这里 7.89 那移了多少位呢? 1位,2位,3位,4位,5位,6位 移了6位 所以就变成7.89乘以10的6次方 这个题目呢 其实到这边就结束了 7.89乘以10的6次方 有同学就说 老师 7.89乘以10的6次方 真的会等于7890000吗? 我们乘乘看 7.89乘以10的6次方 意思是乘以6个10 好,乘以一个10 小数点往右移位 78.9 前面78.9 本来要乘6个10 乘了一个变成5个 好,再乘一个10 变成前面变789 后面变4个10 4个10就是后面补4个0 所以等于789000 也就是我们这样算的是没错的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原来的这个第六题 这个题目 0.0789乘以1 后面8个0 那这样等于多少呢? 有些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以全部把它乘出来吗? 好,全部把它乘出来 那你看 你全部乘出来的时候 小数点本来在这里 你乘以 要乘以10乘8次 乘以4次 1,2,3,4 那就变成789 你乘以4次 好,再乘以1 后面4个0 所以呢 最后就变成789000 好,先全部乘出来 也是一个做法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改成科学记号 也就是框框乘以10的几次方 那这个框框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框框的就是移动小数点 移动到1到10之间 小数点本来在这里 我们要移动 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6位 好,移到这里 7.89 移了6位 所以乘以10的6次方 所以你全部乘出来也可以 就变成7.89 乘以10的6次方 原来影片里面的做法也可以 这样做也可以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推荐到1cis方 粉丝 感谢观看